卫生间放一盆这个花,意味跑光光,绿一样然又芬芳,卫生间一般面积小,还 有些不好的味道,所以很多花有会选择在卫生间放上一两盆花,来改善环境 不过卫生间很多都比较阴暗湿度大,该养什么花比较好呢?一起来看看吧,卫生间养花绿螺 绿螺耐因喜湿,光照不多的地方也能很好的生长,如果卫生间是编套有些光照能生长得更好 绿螺放在卫生间不仅让家里显得生机勃勃,也能净化一些卫生间异味 绿螺可以采用吊盆式盆栽方法,让绿螺岩柱盆边伸出一长串绿瀑布来,格外美丽 阿德福蒂斯门瓷绿螺要放在排水好的土壤中养护,冬季的过冬温度不要太低,一般在5摄氏度以上比较安全 另外如果环境比较阴暗,叶子有些微黄,要尽快放在有光照的地方养护几天哦 艾草艾草有香气,不仅是传说中辟邪的植物,也是生活中的一味中药 有安神助眠,清热解毒的功效,放在卫生间是天然的除臭剂,可以吸附解决卫生间的异味 阿德福蒂斯门瓷艾草可以直接到野外挖点艾草根,长得很快 种子时间很长,而且可能还不一定是真的 草长的比较高大,要用深一点的盆,盆土失足一些底肥,会让艾草长得更旺 浇水的时候见干见湿,保证适当的光照就可以了 也有不少花有选择种血爱,也叫芙蓉菊,也有香味,而且还可以做成很景,很漂亮 德福蒂斯门瓷长春藤 长春藤比较耐阴,在潮湿阴暗的环境下也能很好的生长 所以卫生间依然是比较适宜的生长环境 长春藤的净化能力很强 不,仅可以净化空气,长年的翠绿色还可以让人赏心悦目 长春藤不耐眼俭,洗澡的时候注意不要将带有沐浴漏的水溅到花盆中 和绿螺一样,悬挂起来更加合适一些 浇水的时候不干不浇,浇则要浇透 阿德福蒂斯门瓷波斯盾绝卫生间大兜因师,不大适合大部分花卉的生长,但是确实蕨类生长的天堂 而且,蕨类植物的净化空气能力很强,小小一颗波斯盾绝每小时能吸收20微克的有害物,被称为生物净化器 所以卫生间放一盆波斯盾绝,非常好哦,波斯盾绝对光照要求不多,放在卫生间靠窗的地方就可以了 可以让盆土湿润一些,但是注意不能积水,夏季特别热的时候还要朝夜面多喷水,防止夜间前焦 阿德福蒂斯门瓷薄荷薄荷本身就有点清香味,放在卫生间可以起到掩盖和净化意味的作用 而且薄荷的生长能力很强,对各种环境和土壤都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平常养护的时候也不用太费心 薄荷水培土培都可以,只要水肥适宜,温度越高升长越快 不过最好还是把薄荷放在窗台边光照充足的地方哦,不仅会让薄荷生 肠更旺盛,而且香味更足,阿德福蒂斯门瓷如果你也爱花就快挑一盆放在卫生间吧,快给需要的花有看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